今天剛好是我生日嘛 所以我想說 我好像很久沒跟大家碰面 所以就跟大家聊一聊 乃哥還好吧 其實乃哥症狀也非常的 輕微 因為我當時就是 確診後以後 我有跟乃哥聯絡 然後乃哥也是跟我說 他真的覺得很像小感冒 然後也請大家不用擔心 包括他確定確診的 當天我也有跟他聯絡 然後他也是跟我說 他睡一覺起來 已經感覺已經康復了 我覺得確診者只會越來越多 對 然後我希望大家就是 呃 你們對確診者的一些眼光啊 或是對他們的一些態度 大家真的要 再友善一些 現在就是不管你 確診以後 你就是十天 都要待在家裡 對 所以 我還有五天的時間 然後我每天的行程就是 就真的都在房間裡 因為我不能出去嘛 就一人一室 今天剛好是我生日嘛 所以我想說 我好像很久沒跟大家碰面 所以就 跟大家 聊一聊 身體狀況 一直都很好欸 其實我一直都是蠻清整的 所以 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太緊張 因為可能 這個病毒剛開始 在台灣剛盛行嘛 所以 我覺得大家會緊張 會恐慌 都是非常正常的 我的症狀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有在進行 例行快篩 然後我 我會發現 我的確診也是因為 呃 當天 我要 隔天要工作的關係 所以我 我才進行例行快篩 然後我自己 每三天都會快篩一次 都是陰性的 然後 我自己也沒有什麼症狀 所以 可能真的疏忽了 大家真的也不要去爭論說 源頭到底是哪裡來的 因為說真的 也許你走在路上 你都有可能會被傳染 因為這個病毒的 那個途徑 你真的是不知道 乃哥還好吧 其實乃哥 症狀也非常的 輕微 因為 我當時就是 確診後以後 我有跟他 跟乃哥聯絡 然後乃哥 也是跟我說 他真的覺得很像小感冒 然後也請大家 不用擔心 包括他 確定確診的 當天我也有跟他聯絡 然後他也是跟我說 他睡一覺 其實來已經 感覺已經康復了 其實我覺得 確診者 確診者 真的沒有錯 所以大家不要把 罪名灌在 確診者身上 我覺得確診者 只會越來越多 對 然後我希望大家 就是 呃 你們對 確診者的一些 眼光啊 或是對他們的一些態度 大家真的要 再 再友善一些 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李柏益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柏舒瑤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李懿杰 一直覺得 術女座跟水瓶座 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 看什麼看 快聽了啦 快了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